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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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欣要说复杂也非常复杂 要说单纯也非常的单纯 那复杂就是他发誓言 想要去保护的东西 没有保护好之后的自我放逐 简单的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对感情很专一的人 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不仅仅只强化了感情这个层面 第二个他是一个武将 他有一定的攻击性 陈坤他是一个军人 军人可能有他的一点特性 一座上要根据人的性格去做一点调食 你们还有更厉害的吗 放了霍欣 三日之内 我必定出城和亲 针对于其他的角色来说 他的难度比较大 没有太多的台词 都是靠自己的内心活动 霍欣这个人物跟公主真心相爱 但他们面对着巨大的障碍 一个是身份之间的障碍 另外是心理阴影 当赵薇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也觉得 我曾经没有保护好你 你还是公主的地位 而我只是个小小的校尉 我没有资格去爱这么一个 我爱他这阶级很高的女人 霍欣的他沉浸在若干年前 自己的异常失误 在这种情况下 欲招周勋 电影中设定 妖子皮肤 对男性具有绝对作用 霍欣呢 他所面对的阻力是 他既爱了他的公主 但是他被扶妖的法术所控制 周勋跟我的人物关系 上一部戏有一定的延续 这一次更复杂一点的优惑 我是为了体现 跟公主的关系里面的复杂性 这三个人彼此成就 彼此克制 彼此毁灭 这一切都是有一个祸 你到底追求15只真 还是追求15只表象 这部电影不管是从外一直到内 都是一个很有厚度 非常的生动 有触摸感 不同的观众会得到不同的东西 你到底选择外表的美 还是内心的美 这样一个层面上 会得到小小的醒悟和自我的答案 我不能给你 怎么解ção 你怎么解释 感觉 是不是 你们